哈喽 你好大家好 我是知女虫虫 欢迎大家回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大家一起线上来知知的知知时间 今天我们要来知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来知的是奶奶方块的连接 终于等到这一集了 奶奶方块已经出了很久很久 那今天终于把连接的方法开出来 这个连接方法不是盖的 这个连接方法是我一直试错一直实验 一直试错一直实验之后 得到我觉得最懒人又最容易上手的连接方法哦 我身为知知懒人界的翘楚 大家如果看到之前的影片都会发现 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因为我很懒 没错 因为我很懒的关系 所以我通常会使用的方法 自己想到的小方法 会跟平常书上或别人教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今天要教大家的这个懒人连接方法 就是我觉得非常简单 然后初学新手也做得到 没有其他新的针法或新的技巧要学习 而且我觉得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一种连接法 奶奶方块有非常多种连接的方法 那我今天教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种 在等一下的示范里面呢 大家会看到我会提到另外一种缝合法 那那个缝合法呢我们这一集不会教 因为怎么样 因为它很复杂 它很不懒惰 所以我个人非常少使用 所以我做的没有到这么好 那这个懒人连接法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是 如果你想要织一个像这样这么大片 这是一件我终于完成的小外套 就它是一个小外套 它呢有这么大的面积都要做连接 有这么大的面积它都要把方块组合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用缝合的真的是 这个时间的需要所花费的时间 应该就是以倍数在成长 那我们时间这么少 下班时间这么少 休闲时间这么少 是不是讲求快速到位的方法 会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方法呢 所以我今天这一集教的是懒人连接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懒人连接 它有哪一些好处跟哪一些可能缺点 那我们在知的时候 依据个人的需求 个人的判断 根据个人想要做出来的成品 去决定你想要怎么样的连接 如果今天你想要做的是像我一样 它只是一个装饰性比较强 然后比较没有这个怎么讲 没有沉重需求 就是它使用上有这么多的漏洞 也没关系的话 那你就非常适合看今天的懒人连接法 如果你是希望它可以做成包包 就是这些奶奶方块 你希望它可以做成比较扎实 比较结实的东西的话 那很抱歉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可能不是这么的实用 对你来说 因为你想要的可能是缝合的方法 那缝合的方法呢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去找其他的国外的勾针教学影片来看 他们都拍的非常清楚 那我已经就是尝试了很多次 我都觉得我缝的过于丑陋 就是太烂了 所以呢 我不会教缝合连接法 好的 那今天的废话会不会很多呢 我觉得不会 我今天都很认真的在解释 怎么样可以把它缝好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事不宜迟 赶快就要开始进入实作阶段咯 好的 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们一样会有一个心法 这个心法呢 就是让大家在做这个奶奶方块连接的时候 就是在做这个这么复杂 这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 保持你的耐心 跟保持你的不绝望的一个心法 这个心法就是 想像你可以做出来的东西有多么的漂亮 想像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长什么样子 加上想像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可以有多么的漂亮 这绝对会帮助你在走这些感觉遥遥无奇 88 64 66 36块方块的时候呢 可以保持冷静 然后慢慢的把它做完 奶奶方块的连接没有什么诀窍可言 他要的就是耐心 他要的就是跟他拼下去 他要的就是你继续做下去的决心而已 如果你愿意继续做下去 你最终会获得各式各样美丽的成品 你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如果呢你就是最后一刻放弃了 那就啥都没啦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奶奶方块的连接 重点我觉得不在于做的多漂亮 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那个决心 你有没有那个愿景 你有没有想要把真的很漂亮的东西做出来 这个就是奶奶方块连接的一个心法 好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奶奶方块的拼组时间 终于来到了拼组的这一集 这一集已经拖了非常非常的久 有到我已经忘记这到底是20集了 总之奶奶方块是201 就是我们新手进阶的第二季的第一集 就是教大家奶奶方块 那还没有学奶奶方块的朋友呢 请记得一定要先去101 102 103 104 把这四集基础真法跟怎么织圆形都看完 看完之后呢 再记得来看201教你的上下集怎么织奶奶方块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要教大家奶奶方块懒人组合 好的那到底什么是懒人拼组呢 懒人拼组就是指你想要拼奶奶方块的时候 逻辑上是不是把你想要拼的地方缝合起来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从以前到现在 所做的拼组都不是把它缝起来的方法 因为我真的觉得缝起来 就是对我来说太慢了 就我以前是一个很讨厌缝东西的小孩 所以呢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直接从这种小的 拼成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论你现在知了几成 你只要呢想要跟别人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跟他合在一起 中间不用缝喔 等于说你在知这个新的奶奶方块 新的一层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跟另外一片缝起来 是不是很神奇 没错今天就是要教大家这个 直接反奶奶方块跟别人结合的一种 结合方式 那首先呢如果你想要结合奶奶方块 你一定要先准备一块 一个你想要的大小的奶奶方块 什么意思呢 你一定会设计奶奶方块的时候 自己先想好你想要的大小 对不对 比如说你想要四块这样子接起来 那四块都想要是一二三四五 都想要是五成的 所以呢你就要先知一片五成的奶奶方块 然后其他呢就全部都知一二三四 全部都知四成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每一次 每一块在接第五成的时候 就跟原本已经知好的这一个大小的 方块合在一起 这样子讲非常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实作给大家看 我们先实作一次 等一下再来探讨 我们要怎么接才会非常的顺利 先让大家熟悉这个技巧喔 想要懒人结合两个方块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先知一个你想要的大小 再知另外一个比他小一层的奶奶方块 所以我这一层是一二三四五 五成大的奶奶方块 另外一个是一二三四 四成大的奶奶方块 现在呢我想要把四成大的奶奶方块 跟五成大的连成一样大的奶奶方块 这样子大家讲有没有概念呢 没有概念也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派出我们的彩虹毛线 准备进行结合的动作咯 首先呢一样做一个活动节 活动节的做法有很多种 那我们这边就不再坠提 把勾针呢跟你的第一个环套起来 套起来套起来 那记得要鼓溜鼓溜不要太紧喔 套起来之后呢 请你先找到这个奶奶方块四个角 随便一个角 你想找哪个角就找哪个角 那我通常呢就是随便就找一个角 把它放进去这个角里面 拉新的线出来之后 套过原本身上的那个环拉紧 这样子你的新的线就会怎么样 就会连接 连接在奶奶方块 这个四成奶奶方块的一个转角 这样子的连接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的连接方法就是 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 你不用因为之前交换色的方法 一定要去找某一个层次的结尾 你只要把活动节套在你想要去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很简单就是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现在该做奶奶方块的 转角要有两个方块对不对 好 那我就做两个方块 先立三个锁针立起来 然后呢在同一个这个大大的转角的洞里面 织两个长针三个锁针两个长针 大家记得奶奶方块吗 它是有方块跟空格的组合 所以呢你遇到方块要织三个长针 遇到空格要织两个锁针 立起来的立针它呢会被当成一个长针使用 所以第一个就是立起来之后只要织两个长针 就可以直接织空格了 空格织完再织三个长针作为方块 这就是奶奶方块的tempo 奶奶方块的一个织图的顺序 好的 那我们要开始咯 好咯 我很快的织完了我的第一个转角 第一个转角是不是三个立起来的锁针 然后配上两个长针 再配上一个转角再配上三个长针 我们作为一个奶奶方块的转角是不是呢 好 那我们把它放回去看看 等一下啊 我们就是要像这样顺着支支支支支 支到另外一边的转角之后 就要先停下来 因为我们这边的转角开始要怎么样呢 开始要跟原本的另外一个大方块合在一起了 好啦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快速支支时间咯 我们就很快速的把它支过去 开始 好的 现在呢知道这边都已经支完 快要到转角的时候请你停下来 请你停下来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直接教 怎么让右边的支片 直接接合左边的支片 这种懒人结合法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懒人结合咯 好的 那我们要什么进行懒人的结合呢 只要你先记住一件事情就可以 就是呢 这边的所有空洞 就是所有的空格 这个是方块嘛 这边是方块 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锁正距离 这是一个空格 方块 空格 方块 空格 方块 空格 转角也算是一个空格 只要是你呢 遇到空格的地方 就要去跟对面的人合在一起 好 我们来直接示范一次 首先你要自己记得 你每一次在支什么 你自己要记得 方块支完要支锁正当空格 我这边是只支一个锁正当空格 然后转角支两个 好啦 那接下来我们放进去洞里面 拉新的线出来 扣起来扣起来 做长针做三个 三个长针变成一个方块 然后就要开始支什么 就要开始支转角了 这两边的转角是要合在一起的 所以呢 请你呢 先不要支转角 而是直接把钩针 放进去另外一边的这个 想要结合的转角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用新的线 对不起 再一次 这线要在外面 然后放进去 好 用新的线把它拉起来 滑针 这样子你会看到 我还没有做锁针 但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滑针到对方的转角 我现在已经有一边 跟另外一块方块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了 所以呀 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 继续做这边的方块 你可能就会想说 欸 我这里连过去 这样不是才一个锁针吗 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 你想要连的密一点 就是这两个支片啊 你想要这两个支片连的紧一点 那你就套过去就可以开始做方块 那如果你想要他们松一点 彼此连接松一点 那你套过去之后 可以再继一个锁针 然后再继续回到你原本的这个奶奶方块 继你的小方块三个长针 两种都可以 那就是看你想要转角的地方 连接的紧不紧 继完之后呢 你可以摊平来看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哪里 我们已经走到方块跟方块对齐之后 走到第一个空格了 有看到吗 这个空格对上它这边的空格 现在看不是很准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继完橘色 我们再看一次喔 这边的转角跟这边的转角 已经连在一起了 接下来我们会继一个橘色的方块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会继一个橘色的方块在这边 但是在继之前 我们要先把它连在一起 这里连在一起 方块对方块 空格对空格 所以你现在又很像想象 这里有一些隐形的 你等一下要继的橘色方块 它们是隐形的 因为你还没继出来嘛 所以它们是隐形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它 这里的隐形的橘色方块 跟隐形的橘色方块之间的这个空格呢 跟对面已经继好的 这个橘色方块的空格连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些不理解 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先一起继一次看看 你用身体去记忆 可能会比口语听起来的更明确 现在呢我就是非常直觉 先看到 我呢已经继好一个转角 转角对转角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我想要方块对方块 但是方块对方块之前呢 你有遇到空格要怎么办 空格就要连接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边 我原本要做空格一个锁针的时候 我先走到对面 已经织好的这边的空格 戳进去 然后一样 拉新的线怎么样 戳进去 拉新的线把它们都套 起来 套起来 所以 我的这个方块上面转角已经连好了 下面也连好了 一个方块有上有下 上下都要连接 上下都要连接 这样才会连到另外一片 的上面 让大家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呢 已经连好之后 那我就可以继续安心的怎么样 安心的做 原本我要织的方块了 这边我已经连住了 所以我这边就要织方块 13个长针 好织好之后呢 我要去找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我们放直的看好了 我现在三个长针之丸的这个方块 它是不是就是对应 对应它的另外一边的方块 然后我又遇到了 空格 我要把钩针直接怎么样 钩针直接 穿好你原本的环 直接放进去对面的这个空格 直接放进去 放进去对面的空格 拉线 拉线 把它拉紧 大家可以看到 拉紧之后呢 你的方块的左右 就连起来了 就跟对面的人连起来了 连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再织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再下一个你原本就是要织方块的地方 好现在织完方块又要织什么 又要织连接了 又要织连接 所以就是又要织 空格的意思 把你的钩针直接放到对面相对应 对面相对应要空格的地方放进去 拉新的线出来 拉新的线出来 好了 现在就可以放开它 继续去下一个方块要去的地方 做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做好长针之后 马上又要连谁啊 又要连原本对面的这个方块拉 那你就会看到 哦其实已经快要到底了 把方块对好对齐之后进去 要连接的这个洞里面 拉新的线出来 拉出来 把它们扣起来用滑针扣起来 然后呢就可以去最后的这个转角 织三个长针的小方块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们这个做法的成果了 织完三个小方块不要心急 不要心急 因为还有一个转角要连接 把勾针放进去转角 一样拉新的线出来扣紧 扣紧之后再做三个 再做三个长针在同一个转角 成为一个方块 我这是做比较紧的版本 所以我扣起来之后 我就没有再做锁针了 大家可以跟等一下上面的做一个比较 好了 现在我已经织完我们的这一边 大家可以见到 我们已经顺利的从这里 原本是右边的转角 走走走走到左边的转角 左边的转角往下走 就已经完全跟另外一片用力拉 你看都不会掉下来 已经完全跟另外一片接合了 我们拿近一点给大家看 它的接合其实就是一个扣起来的概念 所以它接的地方只有哪里了 它接的地方就是只有这些转弯 转弯对转弯接起来 空格退空格接起来 空格退空格 空格对空格 所以它的方块都怎么样 它的方块头上都是空空的都没有接 它直接转弯跟空隙 所以这一种支片的好处是什么 它很松软 它适合呢就是做 你如果就是要做围巾啊 或者是做背心 其实这种支法就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它这边呢都有空隙 所以它非常的镂空 那在做你一个很大的面积 要快速的做接合的时候 这种方法就非常的推荐给你 好的 那这个懒人法 懒懒方块连接的懒人法 现在知道这边 大家应该已经理解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 不要先把所有的支片支完再缝合 我们改成呢是边支边缝 边支边缝的概念 所以你等一下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你等一下会遇到的困难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合 什么时候不用结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会细细的来说这一个部分 好的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我们刚刚的结合法 一开始要怎么思考 我们刚刚先学了这个结合的方法 目标是让你理解 这个结合法的方便 跟这个结合法的好处 那现在我们就是 已经会结合法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要重新思考 如果你在设计一个作品 我要怎么样去结合 才是最顺利的呢 我们今天先用4块去思考就好 接下来你可能可以思考9块啊 12块啊 或是更多块奶奶方块 奶奶方块的好玩地方 就是在于 你可以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 嗯 不一样的这个织图织纹 再把它们组在一起 它们一样会是很和谐的状况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大家 先把你想要的 这个所有的小织片 就是指你想要的尺寸 再缩小一格 这个尺寸先都织很多块 你可以织 3块4块5块6块 把你想要的全部都织完 然后再进行排列 先排出你想要的配色 先排出你想要的配色 顺序 像这样 像这个6片 我想要组合的方法是 深蓝深蓝深蓝配 浅蓝浅蓝浅蓝 这样子 那你的已经织好的织片 你要放中间 或者是放旁边 都可以 那取决于你自己织片的颜色分配 想要怎么分配 那以我现在的逻辑 我就觉得我放中间好了 因为我放中间 等一下每个人都可以跟他怎么样 都可以跟他来接一个边 都可以跟他接一个边 所以啊 其实我们在结合的时候 你原本已经织好的这个大织片 他放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放角落 那最一开始跟他接合的会是谁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 这两片 这边接合 这边接合 他们两个接完之后 这一个深蓝色的 就要一次接两边 他就会一次接两边 那如果你放中间 你放中间 你放中间 那就是每三 这三片小片的 他们可以先 彼此先跟他接 接上一边 这里 接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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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两个其他的 再跟别人接一个转角 再接一个90度的转弯 这个接合的方法 不是每一次都只会接一个边 他可以接到四个边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 如果以现在六个方块 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设计 那如果以四个方块来看呢 那就很简单啦 就是每一次选一片去接合 就好了 好的那像这样子的接合法呢 你最重要的要学习的是什么 就是搞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 你需要先想想看 怎么走才不会迷路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准备一些记号钩 这些记号钩可以帮助你 就是在做的时候 不会那么头昏眼花 怎么把它勾起来呢 你可以先把 你确定想要 例如说我现在确定是这四个安排 确定想要连接的转角 把他们扣起来 虽然他们大小不同 但是先扣着没有关系 所以我这边先跟它扣起来 另外一边先跟它扣起来 这一块 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掉 它就不会掉下来 那另外一边呢 如果你已经开始要做的 就是这个小块了 就是这边的话 你如果先连接 可能会比较不好吃 但是先连接可以确保你 不会走错路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 先把它的某一个转角 某一个转角合起来 这样子呢 虽然比较麻烦 就是好像有点多词一曲 先把它们扣起来 代表等一下你边织 还要边解开这个扣子 但是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的好处是 你在织的时候可以放空去织 就是放空给它织下去 好 像我现在扣好的这些 然后我准备要织 我接下来要开始织了 我现在在想要织 把它们连起来 我就可以选择从 一样从某一个转角 从一个没有扣起来的转角开始 这样支支支过去 你想要从这边也可以 想要从这边也可以 那你这一片也一样 支支支过去 把扣起来的这边 留到中间再支 你就不会搞不清楚 不知道要走去哪里 那我通常会建议大家 先把你比较相连的 相连的边先支完 最后再去支 转角 就是会转两边 会要两边连接的地方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准备 结合看看我们的四个方块 因为这样子 我们比较知道 每一个方块在结合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我们在结合这个平面的地方 我都会用加速的方式走过去 遇到结合的地方 我才会放慢速度给大家看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啰 首先一定要记得把你的新的线 直接套在你等一下要开始的地方 直接整个拉出来 整个拉出来 这是滑针 立起来之后就开始你自己新的一层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命运的转弯点 现在可以看到这边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个转角同时扣了上面的支片 跟你现在在支的支片 不要紧张 首先先把你这边的这个支片 所做的记号钩拿起来 好 丢掉 拿起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找到 你的要连接的这个大支片的转角 直接放进去转角里面 用新的线 把它拉 拉一次拉全部的扣起来 拉好之后呢 那个支片就可以丢掉了 回到你自己在支的这一片上面 继续做新的转角的方块 做好之后呢 就要赶快回头来看 我要跟哪边连接在一起 我用不同的颜色 让大家比较可以看清楚 我们这个 我们不同颜色去 方块相对的地方是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 我已经织好转角的连接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也已经织好什么 我已经织好 左右对齐的方块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把它们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空格 对方这个空格 因为我现在又要 应该要支空格 但是我跟别人连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直接连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就直接 去对方的空格戳进去 把线怎么样 对不起我会一直把线弄白 我们线戳进去之前 一定要先确认 线是在你的勾针的后面 或者是说上面 再把它戳进你要支的这个空隙 再把线拉出来 这样会比较顺 拉完之后呢 我们重新看到这个方块 这个方块上下 就扣起来了 扣起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走 下一个 你原本这个支片要支的洞 下一个洞 直接去支方块 直接支方块 直接支方块 支完之后呢 再回到我们检查 要扣起来的地方 扣起来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不是这个方块现在 已经跟别人对齐 对齐对齐 所以要支的下一个洞 就是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 好 那我就直接放进去 拉心线 扣起来 全部一起扣起来 好 拉紧之后就可以再去 最后一个洞 最后一个洞就是转角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记号钩 先拿起来 这样比较不会阻碍我做事情 拿起来之后呢 我就在这个转角 去支 我这个怎么 好 我在这个转角去支一个方块 支完之后呢 找到另外一边原本要跟他结合的转角在哪里 是不是就是在这边 戳进去你要结合的转角 放进去你要结合的转角 放进去之后用新的线 把它扣起来 扣起来之后就可以继续 在原本的这个转角 支新的方块了 那我们的这一边的结合就完成了 好 大家可以回到平面上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就已经接好一个边了呢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先走完你还没支完的方块 再去接下一块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很快速的走完这个方块 然后再教大家怎么接下一块 其实这一块的接法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能会走完走完之后 教大家怎么支这个转角的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会比较复杂 那我们就继续支了 好的 我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方块都支完了 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后一个方块 要怎么跟他们连接在一起 这个方块呢 他会遇到的困难是他要跟 左边的跟下面的 两个不同的地方连接 那因为他要跟两个不同的地方连接 所以你的记号钩要怎么扣会比较好呢 我建议就是扣三个 只要有遇到转角的地方 都给他扣起来 扣起来 这样子是最不会有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我们记号钩啊就是扣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直接把它关起来 或者是像这样子 开开的 其实不会掉就可以了 那我是懒人嘛 所以我也不太会迷路 所以我就会只会这样大概勾起来 那已经被勾住三个地方 很明显的我们就要从哪边开始 我们就要从没有被勾住的地方开始 没错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把这个支片 我们准备进去的地方拿起来 一样穿进去你要进入的转角 然后把线全部的 全部的一口气拉出来拉紧 这就是把你的 环扣在新的一层上面的方法 扣好之后才开始三个锁针立起来 然后才开始支方块 好你想要先支完整个转角的方块 或者是只支一块 其实都可以啦 都可以 因为目前我们隔壁是没有要再继续 就是你没有要跟别人扣起来的这个层 这两层 你都按照你自己原本支的习惯去做就可以了 只有遇到要跟别人合起来扣起来的地方 才要特别注意 我这个转角有没有需要先停下来 那我们一样就很快速的知道我们要支的那边 记得记得如果你呢 一样是在支你的partner 你中间的控格啊 你控一格或控两格那个锁针 记得还是要做喔 因为有很多人他在这个方块到方块走太开心 中间就忘记做一个锁针控格 那你没有做锁针控格 如果你接下来上面还想要接其他方块的时候 你就会没地方可以接会比较难看到 好了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第一个要合起来的地方 这第一个要合起来的地方我先把记号钩拿下来 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呢直接找到要接合的转角 捉进去拉新的线扣起来 这样就扣起来了 扣起来之后呢就直接撇开其他人 回到你再织的这个方块上面继续织 织你的小方块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小方块织完之后 现在要紧密的跟别人连在一起了 所以每织完一个方块就要去找下一个要跟别人合在一起的位置 把他戳进去拉新的线扣起来扣起来 扣起来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再去下一个 织方块织小方块的空格先织三个长针 要织空隙的时候再去找 不管你方向怎么转都没有关系 重点就是要去找到你接下来要戳的洞是哪里 所以一开始做这个记号钩的拉环是很重要 像我中间现在已经掉下来了 但是至少我下面这边还没有掉 所以我就不会迷失方向 我的支片不会转来转去 好了 这就是小秘诀分享给大家 这个小秘诀也是我自己想了很久想到的 因为我之前呢在织一个小外套 那个小外套我等一下放图片给大家看 实在是太难织了 所以方块太多一定要有这种记号钩来帮忙 现在来到了最复杂的地方 这就是一定要仔细看的地方 我们呢这转角 这个转角 他汇集了三个方块 对不对他汇集了三个方块的支片 你一定会很想知道我到底要 知哪边 如果你仔细的看 这三个支片他们都是扣在第一个 一开始第一个转弯的这个支片的转角上面 所以我会直接扣这边 但是如果你想要漂亮一点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把三个人 例如说像这样 都串起来 或者是你觉得 你找出你觉得 比较可以把他们紧密相连的地方 紧密相连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串起来 但是最逻辑上面合理的位置 应该还是这个转角的尖尖的位置 这样子扣上去就会很平整了 扣起来 现在可以看到 我已经织好 三块 跟第四块的一个边 接下来我们要织另外一个边 你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不会迷路了 因为你已经连好这边 另外一边 你再怎么翻转 支片再怎么歪 他都不会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 把记号钩都拿下来 然后呢 放心的歌唱 就放心的把你剩下的这一段 连接做完 支好一个方块就去找 去找要跟他连接的点在哪里 这个在这边 放进去 拉新线出来 好再支下一个方块 再支下一个方块 所以我们奶奶方块的连接 其实真的方法很多 那那些方法都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人想的呀 都是人自己想的呀 所以难道只有这种方法吗 当然不是 只是这种方法很广为流传的懒惰 广为流传的方便 所以很多人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就是比较适用于 你要做的这个奶奶方块的作品啊 他不会很紧密也没关系 例如说你想要做包包 你想要做包包 但这边空格一堆 洞洞一堆是不是就很不适合 那你就要考虑做包包的话 里面还要做个内垫 内衬 那如果你只是要做棉被啊 你只是要做毯子 或你只是要做这个抱枕套 你这样子的连接方法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目标就是怎么样 目标就是把所有方块 方块结合嘛 那所有方块结合 有人想要中间结合的密集一点 那他就用缝的 如果你没有想要密集一点 你很可以很可以接受 像这样有一点点 翘翘的 每个洞都可以 手都可以戳进去的话 那今天的染合 染人结合法 染合 染人结合法就非常的适合你 也非常的适合我 那我们这种懒人结合法呢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就称之为懒人结合 今天这一集呢 主要就是教这个方法 那其他方法 就是缝合的方法 我觉得网路上已经有很多影片可以看 那个缝合的方法呢 最重要的 就也是跟我们结合的时候要想的事情一样 就是怎么缝最顺畅而已 只这样子是新的缝 还是中间线缝 那个缝合其实我觉得不是到很难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要讲他 但我还是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缝合要怎么做 好的接下来我们教大家一下缝合的方法 首先你会需要一个毛线针 塑胶的或者是金属的都可以都没有关系 然后你会需要你想要缝合的织片 那缝合他最麻烦的其实 又只是眼睛要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 如果有看上一集的看针特辑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讲到这个V型 就是锁针的这个V型 它是一个针法它头顶结构的基础 不管你是做长针还是短针还是锁针 它最终在侧边看起来它就是V的样貌 那还没有看上一集看针特辑的针 回去看一下因为实在是拍的太清楚了 有没有要多做解释了 那反正这个V型呢 你会看到如果你想要把这两片缝合 那逻辑上是不是就是把它们相对的地方缝起来 对不对相对的地方缝起来 但是这个缝合它总共其实有四条线可以选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两个支片都有左右左右的地方可以选 所以你可以选择缝中间这两条 你也可以选择缝整片 就整个四个 你也可以选择缝侧边对侧边 或者是侧边对另外一边相对的位置 它可以选择的很多啊对不对 那它最后影响的会是什么 会是它的视觉 好我们先从这个最边边开始好 最边边我选择缝上去 我选择先用这个四条线好了 四条线 缝进去拉拉拉白的线 拉出来 这个打结齁 我通常会最后再处理 我就让它留一小段压住 好接着你可以有很多缝法 例如说你每次都是从右边缝到左边 那你会获得什么 你会获得一条横线 每次都会获得一条横线在身上 右边缝到左边 每次都获得一条横线 对不对 因为你每次方向都是从这边过去 你也可以一左一右 我缝到左边之后 我就从另外一边相对的位置回来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看到 不会看到这个一条横线在身上 像这样 那你也可以选择 我只拉中间的两条 只拉中间的两条线 只拉中间的两条线 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拉外侧 变成只拉外侧 这样子 我觉得缝合最难的地方就是 线的方向性会影响了你所有的视觉 所以它有点关乎到 你对于缝刃技巧的逻辑有没有熟悉 那像我这种对缝刃其实没有到很熟悉的人 就会经常做的这样 拉叉叉叉 就是很丑啊 好那我们缝完之后打开来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你缝的结果 它会有线段产生 那背面呢 如果你用这个一开始这样左右左右 也许不会有这种明显的线段 但是其实线段都还是看得蛮清楚的 所以我个人就比较少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是不善缝刃的人 还有一个重要事情就是 你在缝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小心正反看错 正反看错 就是正面跟反面的视觉效果 又影响了你缝合的美观度 所以这真的是很难欸很难 我个人就有点想要放弃它 所以我最后都是怎么样 我最后都是缝这种 就是懒人缝合法 就是我们刚刚缝合的懒人方法 因为这样子我可以确保我永远都是正面 我只要是正面跟正面相对的 我在织的时候我都是正面去织嘛 所以不会有一片突然就变成反面的 反面跟它连接在一起 这个奶奶方块的正反大家看得出来吗 奶奶方块有正有反 正面的线条跟反面线条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美观以美观来说 我们会希望织片永远都是正面朝外 然后背面他们自己朝内 背面朝内 除非你想要做特殊效果 所以我觉得在织这个连接的时候 我每一次织都是面对正面来织 我就永远不可能织错 但是缝合的时候 你就要比较注意 你在缝的时候是先从背面缝 然后再转到正面看 还是像我刚刚是正面缝 然后发现哎呀 我正面缝 这样子正面看起来会丑丑 你事先要考虑的事情其实蛮多的 那这我很不擅长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去看就是国外的教学影片 有很多人你关键字打 granny square join 或granny square how to join 他有很多接合法都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那我今天呢 就用我自己最常接合的方法 介绍给大家奶奶方块懒人接合 就到这边结束啰 好的 非常恭喜大家学完了奶奶方块的懒人连接法 希望呢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去做出更多很大的成品 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做衣服背心像这样子 你可以去想像连接的位置 甚至连接的方块的大小 其实奶奶方块他可以组成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你可以做帽子做包包做衣服做背心做毯子 做抱枕啥都可以啥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重点就是你要先去做出这么多的方块 你要去把方块连接在一起 方块连接在一起他难道只能是对齐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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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是不同大小的组合 或者是不同方向 例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折起来 用折纸的概念去连接 喔他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形状 所以奶奶方块的连接他其实 考验的是你的想像力 考验你去做出更多可能性 有很多很多的知徒可以参考 但是你在实做的时候 在实做的时候真的只能靠你自己的想像力 我觉得相信自己的想像力 优先于参考别人的资料 因为也许就在你很想要突破的时候 你就会转换新的思路 想到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方法跟 想到之前没有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的效果 所以呢我期待呢大家可以去做出 属于自己的奶奶方块作品 接下来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关照自女童童 请订阅按赞分享我的影片 那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说 你在这个奶奶方块上面做了什么成果 做了什么成品 我相信呢就是这些留言都会鼓励到很多 正在奶奶方块连接挣扎的人 很可惜在YouTube的留言里面没有办法放图片 那如果你很想跟我分享图片的话 请追踪我的IG还有我的Facebook 可以把照片传给我有什么问题 在连接上面有什么困扰的地方 也非常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困难 我们就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统一 可能再拍影片再跟大家做一个 新手误区的总和回复这样子 那在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4年快乐 也在这边感谢大家在2023年的支持 让我的频道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接下来2024年为期许自己呢 可以拍更多的影片 关于我的许愿呢 大家可以看我的新年许愿特辑这样子 那希望未来啊 有机会线上或线下 在会员频道或非会员的这些普通影片之中 都可以和你孜孜相遇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那今天这一集影片 我们一样有一个新法 我不会 我不会比耶 那个新的 新的新法 我不会比新的新法 我们就用旧的新法吧 拜拜 感谢观看